Hello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科居战队在经历惨败掉入B组之后 现在终于有了大动作 从季前赛开始,飞牛就没有上过场 粉丝已经十分不满 刺痛也只在季前赛打了几场 就做起了冷板凳 而近期QG二队打起了训练赛 二队的阵容也是让粉丝惊喜 飞牛刺痛以及腰刀都在名单里 他们跟武汉ES打了两场 直接来了个2比0给对手零风 到了TES一共打了5场 以2比3遗憾输给了对手 不过实力也是相当 毕竟对手是S组的实力 然后他们和AG也打了5场 直接以1比4惨败 这简直就是玩虐 AG现在正是强胜机 QG二队也在磨合阶段 被AG打爆也算是正常的事情 从目前的训练成果来看 还算是让人满意的 如果QG的首发阵容是二队 不敢说直接晋级 但是成绩一定会比现在好 距离QG的下一场比赛 还有6天 对手是上海EBG 昨晚EBG已经出掉了一场比赛 对QG二队来说 还有时间训练 如果他们真的能拿到首发 打赢EBG并不是难事 就看教练组会怎么安排 预计就算二队能够上场 依然会是由林教练操刀 小伙伴们认为飞牛等人能成功上场吗 我是李飞白 需要小伙伴的订阅和点赞支持 谢谢大家